好,這星期十月十八號 兩段錄音 第一段是來自 九月底,當時 港股在恆大和 限電的壞消息的影響之下 夾擊之下,都仍然是強勢 也看到有一些 可能性 政策上會支持整個 內地股市,特別是降準 因為內地的數據 看來比想像中弱 而事實上,降準雖然還沒有發生 但是越來越多的聲音 猜測,看來很可能會在 今月的任何時間之內 發生 特別是在週末日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當時的分析 到今天 即是九月三十日的分析 到今天為止 我們相信仍然是有參考價值 另外,第二節方面 我們其實都是在九月份 當時提及 就是那個 滴滴一些消息 大家都知道 滴滴 今天為止 這個監管 都沒有完全消除影響 但是 九月底 我們都提出 個別的中概股 應該可以留意一下 9月21日 當時我們都有提及 紐青自爆出局 國企入主滴滴在職 而且 大摩也說 中價 中概股 也跌得很殘 可以個別 我們都加了個別的股份 事實上 我們 當時加了的中概股 都已經有不少的利潤了 當然 富途和老虎證券 就是這一堆 所謂跨境互聯網的券商 似乎又有新的監管 剛剛出爐 不過 暫時都是風聲 就是一些傳媒出來放風 我們都會繼續關注這個情況 也會跟大家分享 不過暫時看上去 那個監管 似乎 就不是完全跟那個所謂的 就是個人的資料 訊息保護法 就有關的 反而就更加多 就是那個外匯管制 外匯流息的問題 這個呢 大家可以繼續關注我們的YouTube MCTALKPE 我們都會看看哪一天 再跟大家分享 相關的分析 其實我們剛剛 禮拜五 都有做了相關的分析 可能都會在短時間之內 跟大家釋出分享 可以大家關注那個 YouTube 繼續支持文昌小財經 今個星期 先說到這裡 9月30號 下午3點15分左右 恆指跌幅收窄到1,810點 只是跌0.5% 國子方面 也跌0.6%不到 紅醜已經到升了 我們在今個星期初 我們就做了一個call 即是我們認為整個股市 特別是港股 應該可以有望趨強 現在埋單計算整個星期 大家都知道答案了 事實上 10月1號 接下來就是 明天就是 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 現在就看看 會不會有什麼消息 去振奮一下 因為 經濟形勢一定不好 但經濟形勢不好 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 自從7月開始 內地的清零策略 以及整個消費的降溫 整個中國內卷營經濟的活力減弱 其實就非常清楚了 加上 就近 這個月開始 就那個 疫情 當然就是 反復之餘 缺電的問題 成為了更加大的一個衝擊 當然 有一些 例如恆大 這些 亦都是疊加了 一些影響 不過我們都提及 恆大 實際的 傳染威力 未必 好像大家想像中 那麼厲害 不過 今天 看到一個 九月份 中國的製造業數據 是自疫情爆發以來 首度的出現萎縮 那個是官方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官方的數據都要跌穿50 一般 這個數據都會做得挺好的 或者偏強的 但是 九月份公佈的這個 九月份公佈的這個 八月份數據 就跌到去49.6 不過 建築和服務業活動的 非製造業指標 就 剩下一點 去到53.2 現在 就估計 這個 這個 這個數據 將會 將會 是更加差的 因為 九月 那個數據 應該 會是因為 廣泛大面積的 電力短缺 至少 二十個 散分 這個在過去 那麼多年 就是 你要回到 可能 就是 十幾年前 就有這些 大面積的 限電 但是 紋身情況 這麼嚴重 例如 東三散 這個 是十幾年未見的 也都 令到 整個供應鏈 生產 嚴重 受阻 這個 也是 無可辯駁的 但是 就 看看 會不會 有一些 措施 這個 中共方面 會趁著 十月一號 之後 就會有一些 會不會有一些 衝起措施 因為 正如我們之前 都一直預計 有可能 就會 有一個 降準的 減息 你未必 可以預期 短期會出現 但是 有可能 看看 有沒有 在短時間之內 加上 這些 一連串的 負面消息 中共 可能要衝起一下 當然 這個 所謂 黃金周 假日 也都 有人 有點 憧憬 不過 零售支出 其實就不是特別好 你看到 一些美股上市的 例如 Vips 唯品匯 甚至 阿里 現在 都是大面積被下調的 評級 和目標價 原因 就是因為消費 看來會很低迷 加上 地產市道不振 也影響了財富效應 家電類的銷售 諸如此類 所以 這個 看來 只有 官方的政策 可望 令到 來近 整個 中港股市氣氛 會是好一點的 唯一的理由 當然 另外一個 我們一直都在看的 就是 會有一些 監管上的 被認為 放鬆 其實 應該 只要 他們 針對 滴滴 針對 阿里 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 放鬆的話 這個 也會令到 市場 也會有 一個 比較明顯的 提振 這個 就是我們 在星期一 的時候 的連串 股值 修正 氣氛 的 釋放 之外 我們現在 看 十月份 會不會 出現到的 利好消息 也 都看到 在 中美關係方面 的確 釋出了 一些 橄欖枝 這件事 亦都 會令到 整個 氣氛 有些改變 現在 暫時還是非常初期 因為我們 是從 南華早報 裡面閱讀的 在裡面 看到 這些氣氛 出現改變 但是 市場 認為 真的出現一個 大的改變 可能會是 幾個月之後 所以這一點 大家都要留意 這部分 我們可能 會給市場 認知 會更早 美元指數 近來 轉回強 對歐元 都做了新高 人民幣方面 反而在美元上升的 這個 關頭 仍然 站得住 成為 今年以來 亞洲貨幣最穩定 的幣總之一 根據彭博報導 六月份以來 人民幣持續 在6.4 6.5 之間 整固 而 一籃子 貨幣之下 明顯是向上升 加上 就連串 大家知道 看到 關於中國的負面消息 似乎 都不見得 打擊到 人民幣的 那個 幣值 那 其實呢 其中一個理由 就是 其實 中共 這一方面 在堵塞人民幣 那個 外匯流出方面 就是 相當之著力 這一點 令到人民幣 那個匯價 的而且確 是相當穩定的 加上 近來 甚至是宣佈 這個 加密貨幣違法 那 這一點 實際上 當然 很大因素 就是因為 和缺電的關係 更大 但是 附加的效果 亦都 令到 人民幣 所受的 一些壓力 更加輕 因為 中共 官方 都很清楚表態 就說 我們都 不會 減息 降準就會 但減息 這一點 亦都令到 人民幣 那個幣值 加上 這個 外匯的 那個 徹底的 堵塞 這連串 因素 就令到 那個幣值 相對穩定 但是 基礎因素 你看到 經濟層面方面 其實是不好的 但是 人民幣並不是 自由流通的貨幣 所以 它的匯價 仍然可以 在一定程度之下 受到控制 但是 接下來 美元 如果 隨著 收水 和 進一步 最早 在明年 加息 這是我們的 預測 大家看到 我們的預測 一直沒有調整 我們說得很清楚 我們認為 美國方面 有可能在明年 下半年 已經加息 但是現在 開始 有越來越多的聲音 甚至 聯署局的官員 都已經表態 認為 可能下半年 就會有 加息的壓力 所以 人民幣的匯價 究竟可以強多久呢 是否可以在 美元開始 加息 周期的情況下 都能夠維持 這個才是 接下來的挑戰 所以 當然 短期來說 有一連串的政策 可能會出現的監管 放鬆利好消息 提振 但是 中長期來說 大家都要綁緊安全帶